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的中东和乌克兰的最新动态 这场持续的冲突使全球局势愈加紧张 在中东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空袭表示强烈谴责 并警告将为杀死真主党指挥官付出代价 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数十人伤亡 还使得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面对这样的挑衅 真主党已经誓言要报复 整个抵抗运动也因此受到考验 而在乌克兰 军方宣称成功摧毁了俄罗斯的两个军火库 这一举动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随着乌克兰对俄军供应线的打击 俄方的报复行动也随之而来导致平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积极增加军事预算 以对抗持续的威胁 此外 我们也将探讨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中的崛起 这对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容小觑 随着中国电动车的快速增长 加拿大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政策以保护本国产业 这一切事件都显示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一场空袭夺去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伊布拉辛 阿基尔的生命 这次袭击如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点燃了哈马斯的怒火 哈马斯迅速发出警告 称以色列将为这次罪行和愚蠢的行为付出代价 The Independent报道指出 这次空袭发生在周五下午 目标是一栋位于贝鲁特南郊的公寓楼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60人受伤 阿基尔的死不仅是一个重大打击 更是对伊朗所谓的抵抗轴心的一次挑战 这个抵抗轴心包括了来自也门 叙利亚 伊拉克 伊朗 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多个武装代理人 由伊朗的圣城军协调 阿基尔曾参与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事件 这使得他的角色更加引人注目 真主党的领导人誓言要报复 以色列随后对真主党的无线电和传呼设备 发动了一系列攻击 造成37人死亡 3000多人受伤 周五 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火箭 被侍卫对以色列空袭的直接回应 哈马斯的发言人强调 这次袭击不仅是对真主党的攻击 也是对整个抵抗运动的挑战 显示出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联盟愈发紧密 这让人回想起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冲突与对抗 无论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敌对 还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关系 随着局势升级 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 The Independent 报道 美国白宫对以色列的行动表示担忧 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许多专家担心 这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甚至波及整个地区 无辜的平民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黎巴嫩的医疗系统 因为持续的战斗而不堪重负 医院面临人力和资源的短缺 许多家庭被迫逃离家园 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这场持久的冲突似乎没有终点 各方的对话与谈判都被迫停滞不前 取而代之的是武力的对抗与报复 人们不禁要问 这样的循环何时才能结束 谁又能真正获得胜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冲突的影响将不仅限于以色列和黎巴嫩 还可能波及整个中东地区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必须加强合作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避免更多的流血事件发生 只有如此才能为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 Deutsche Vella报道 乌克兰军方近日宣布 成功摧毁了位于俄罗斯境内的两个军火库 这一消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乌克兰总参谋部指出 这两个军火库分别位于俄罗斯南部的 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西部的特维尔地区 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 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引发大火 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超过1000名居民 这场大火的具体影响尚未完全评估 但当地官员表示 由于爆炸的风险 某些村庄的居民必须撤离 在特维尔地区 无人机攻击导致当地政府 暂时关闭了M9高速公路 以确保交通安全 乌克兰军方明显是希望削弱俄军的供应线 这轮攻击行动的战略意图无疑是明显的 俄罗斯国防部随即表示 他们在夜间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进行了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的打击 目标是乌克兰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运作设施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 多个地区遭到俄军空袭 乌克兰防空系统 成功拦截了5枚导弹和11架无人机 乌克兰城市克里维里赫 也在这场冲突中遭受俄军导弹攻击 至少三人丧生 包括一名12岁的男孩 另有三人受伤 克里维里赫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故乡 这场攻击不仅是对城市的直接打击 更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面对持续的战争威胁 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新法案 将军事预算增加5000亿赫里夫尼亚 约合110亿欧元或120亿美元 以加强对抗俄罗斯的能力 这一增幅将通过贷款 税收和提高烟草及燃料的关税 来筹集资金 显示出乌克兰在战争中的坚定决心 泽连斯基还指出 乌克兰尚未获得美国或英国的许可 使用西方供应的远程导弹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这些国家对于可能的冲突升级 持谨慎态度 这使得乌克兰在战略上受到一定限制 在这场持久的战争中 乌克兰不断寻求国际支持 并努力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 随着局势发展 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和俄罗斯的反击 将持续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 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外交努力 乌克兰都在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 这场战争的结局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The Toronto Star特稿指出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 已经不再是新鲜事 然而在汽车产业上 中国的成就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自2008年以来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并且其汽车产业仍在加速发展 直到最近 中国的增长主要针对国内市场 但自2020年以来 中国突然将其强大的生产能力 转向全球市场 今年的出口量达到了近500万辆 超越德国和日本 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而电动车 是这一全球征服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的比亚迪汽车超越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销售商 这对其他国家的汽车产业 包括加拿大 带来了惊人的影响 加拿大政府对中国进口 设置了100%的关税 这与美国的类似措施相呼应 欧盟也跟进了新的关税政策 中国汽车产业的成功 反映了其独特的国家主导的产业战略 这一战略充满了补贴 广泛的公有制 资本流动的控制 以及严格管理的国际贸易 中国已经成为高科技领导者 并在能源转型方面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然而 这对加拿大的制造业 尤其是汽车产业 带来了危险信号 自2020年以来 加拿大从中国的汽车进口量翻了一番 2023年达到超过60亿加元 而我们对中国的汽车出口 仅为7.25亿加元 在同一时期下降了22% 成品车 现在几乎占据了 从中国进口汽车的一半 而五年前这一比例 仅为5% 这种情况下 加拿大必须保护国内汽车产业 向电动车及其组建 如高价值电池 转型的巨大投资 考虑到北美汽车产业的紧密整合 与美国的策略相匹配 是明智之举 新的关税对经济是有利的 最终也对环境有益 电动车的转型将继续进行 即使没有中国生产商的开放市场 对买家的补贴 扩展的充电基础设施 以及监管要求 所有新车必须在2035年前 实现零排放 是推动电动车销售的主要因素 价格也在迅速下降 几个电动车品牌的售价 已经降至4万加元 最重要的是 如果保护环境 与放弃国内产业相联系 公众对去碳化的支持将会崩溃 成功的气候政策 必须将可持续经济的经济机会 因此我们需要生产绿色车辆 而不仅仅是驾驶它们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马斯警告以色列 将为杀死真主党指挥官付出代价 这可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实力 是有目共睹的 哈马斯还真以为自己 能和以色列正面抗衡 这简直是以卵及时 楚天书 你这话可太搞笑了 不要小看哈马斯和真主党 他们可是有伊朗撑腰的 以色列再怎么强大 也不能轻视这些武装组织的潜在威胁 你以为伊朗的圣城军是摆什么 谢琪琪 你这可是典型的低估了以色列的反击能力 你知道吗 以色列的铁穷防御系统可是非常先进的 连美国都对其赞不绝口 伊朗的支持固然重要 但光靠几个火箭弹就能搞定以色列 那真是做梦 楚天书 别忘了1983年真主党攻击美国大使馆的事件 那可是震惊世界的恐袭 以色列防御再强 也不能保证100%拦截所有威胁 而且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联盟越来越紧密 以色列若继续这样挑衅 下场可不好看 谢琪琪 别总拿过去的事说事 现如今以色列的军事科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可是拥有最先进的侦察技术和无人机 怕是哈马斯和真主党连出门都得小心翼翼 哪还有胆子来挑衅 楚天书 别忘了 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 以色列的高科技再怎么厉害 也抵不过民众的愤怒和国际社会的谴责 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存在 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不公平和压迫 以色列要想真正安全 还是得考虑和平解决方案 而不是一位依赖武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